Hello 大家好 这两天发现鹅少了 昨天发现少了三只 刚刚看了一下又多出一只来了 这是不是走散了 那边也有 养了十几只鹅 不知道混在一起去了没有 这赶又不好赶 我们把大部队都赶过来 看一下会跟进来 没分开多久 应该听到大部队的声音了 因为自己结群 这茫然的去抓 也不知道是不是 不敢判断 他都没做记号 这方圆 一百抹土地 都找遍了 然后 就是那里有鹅 分辨不出 我走了一个早上 昨天两只 今天就三只出来了 刚刚鸭子在那边 然后被我赶回来了 现在又跑哪去了 在那边去了 这龙虎养鸭子太多 你十几只吃 他十几只吃 一般待惯了的家庭 转过去自动回笼 毕竟没失踪多久 就这两个晚上 昨天前天晚上 今天是第三天 你看 这就凉火 凉火鸭在这 都不结群的 看见没 那些是别人的 好 我们把它赶过去 只有这样判断 如果是 那个鹅子都会到这里面的 大部队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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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赶过去 这鸭子长起来也挺快的 就这么大 但是我的鹅 毛色非常白 刚刚看那边的鹅 有两只 像是像我 因为它的鹅 毛身让我脏 有那些 脆 还会打湿毛的样子 你看我的鹅 白白白的 走 走 你看 还一只这么小的鸭子 人家都这么大了 你就一只这么小 你看 这里有几伙鸭子 你看看 那个别人的 都根本不会进来 还有那个 估计也是另一家的 这个鸭子会走散 前面那 十来只估计也是我的 你们大家看一下 前面那里啊 这个甜感 那十多只鸭子在休息 赶快去看一下 是我的 就会合群 不是就不会合群 这边应该没有谁有这么大的鸭子 它们的鸭子都是 可以吃的 几乎都可以吃 去了去 鹅去了 是啊 看见没 看见没 是 找到半 你看 跟这个样子一样 走 再去找 一天天的 马上就要到了啊 马上就要到了啊 马上就见证奇迹的时候啊 马上就要到了啊 呼噓 在前面看见白色的没 哎 怎么那里就两只啊 你看 那两只分佛的啊 看见没 啊 马上就要见证奇迹了啊 前面都是鹅 前面都是鹅 我们在这里放一下啊 现在有几只鹅分进来了 这些 就没有分进来 现在就见证奇迹了啊 是我的鹅 应该就会跟鸭子走 不是的 你看 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了 也不去赶它啊 等它们走散啊 鸭子要水 走得快一点 啊 我的鹅一般是吧 从小到大都跟鸭子长大的 等待 终于找到了 还是这个方法管用啊 啊 去人去赶的嘛 哎 又不确定是自己的啊 把鸭子赶过去 是自己的鹅 全部会跟回 现在已经给它做了记号啊 绑了这个布 一块红布在那个脚上 是吧 我们就五只 这个鹅不跟鸭一样 有时候不回家 一天天里 尤其是有想好的 舍不得回家 嘿嘿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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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